40多岁 每天 现在比较严重的是每天基本上这个偏头疼 左边的偏头疼 影响我睡眠的质量 广东的张先生 那个片段对这种治疗有什么好处 好 广东的张先生 非常感谢您打电话进来问这非常好的问题 我要提醒您下下一次打电话进来的时候 在发言的时候把您的电视机的声音关的小一点 背后的这个回声非常的大 我们有点听不太清楚 非常感谢 刚才说这个治疗我们放的是膝关节软骨的这个愈合治疗 我们刚才是膝关节软骨 他说他是好像小的时候玩那种一只腿 撑着小孩之间这种打仗那种游戏 把膝盖的半月半给好像撕裂了 撕裂了 对 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刚刚放的那个是 一个还在研究中的一个治疗 软骨的这个治疗 所以我觉得现在临床上还没有这样子应用 这是一种实验性 对 刚才我们这个介绍也是这样说 是一种实验性 对 那么半月半有经常情况下治疗 就是现在可以关节腔内手术 如果是有撕裂他们可以再用那个关节腔镜可以缝补把它修复 如果是这个关节的疼痛是已经影响到很多的功能 比如说走路呀 或者是疼痛时间 用此疼药已经不能够解除疼痛 那么也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需要做一些手术 当然您现在只有40岁 可能做这个关节直换术还属于比较太年轻 因为基本上大家希望是55岁以后才做一个关节直换术 他刚才这个广东张先生提到 他小的时候玩这个是膝盖受了伤 他说他现在老是 他现在说是偏头疼 偏头疼现在 他认为这有会有这样的联系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两个不同的这个状况 这个偏头疼呢 当然精神紧张精神因素也可以造成偏头疼 但是不是直接跟他的这个 直接跟他这个半月半省伤呢 那我觉得关系可能不一定是直接的关系 我们回过来就是谈这个疼痛的这个治疗这方面了 治疗啊 那我想可能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的是药物 药物治疗 通常止痛药啊 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 比如说头疼啊 经常就可以在药店里头不用医生的处方 就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止痛的药 那最最常见的就是人们把这个阿斯匹林都甚至做 作为一个止痛药的一种带领词了 止痛药现在传统上都有哪些 就是比较除了阿斯匹林这一类的止痛药以外 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新的一些止痛的药 用于哪些方面的疼痛 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 这个止痛药是治疗疼痛的一个方面 我们先讲止痛药 但还有很多别的方式 情况来治疗这个疼痛 止痛药我们一般用的时候呢 也是从比较弱的用起 然后逐渐加强 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阿斯匹林呢 是那个非激素类消炎药的一种 也是最常见的一个最普通用的这个止痛药 因为它的这个负重用相对来说比较少 除了就是有些胃部的这个不适 或者是有胃病的病人需要比较慎重 一个是这个是非激素类止痛药 那么另外一个呢 激素类也可以是止疼的 就是强激松茸这些药 也是很强的止疼药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些比较弱的马飞类的药物 比如说这个泰马飞 泰满安这些药 那么还有呢 在比较强烈的疼痛状况下呢 我们用得多的就是强马飞药 就是马飞或者是这些 马飞这东西有点像这个是属于控制类的 管控类的药物 就是说酒用可能会依赖会成瘾 这个医生应该怎么样掌握这个度 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用这样的药 一般来说就是如果能够用别的药物 我们一般希望先用别的药物 那么刚才还有一类药美讲的是叫一种 现在就是用比本来是用来自于别的情况的药物呢 现在被开发于用到治疗疼痛上 比如说很多抗颠间药 我们发现是对治疗疼痛很有很有好处 现在是一种治疗精神这方面的一些药 治疗神经疾病的一些药 对治疗疼痛 发现对疼痛的治疗也很有帮助 就是降低了疼痛的这个敏感性 所以在如果病人一定需要用强马肥药 那么这个医生呢是要很进行很比较常规的一个 一个这个常规的水访 一般来讲我们都是每一个月都需要病人回来 重新再观察是不是药物有效 如果没有效 那么就要逐渐的把它减掉 减掉或者换一种别的药 或者换一种别的药 或者是已经产生了身体 生理上已经产生了对这个药物的依赖 但是药物确实是非常有用 有效的治疗了这个疼痛状况 那么就需要再增加这个药物的剂量 好的我们再来接一些电话 吉林的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吉林王先生 王先生的线路好像有些问题 广东的张先生好像又打回来了 张先生还在线上吗 张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问 按那个 我也看下很多资料 就说神经系统一般就是说 右边的神经系统控制你左面的肢体 左面的神经系统控制你的右面的肢体 我按摩 我经常按摩或者是敲打一下 我右面 因为我右面膝盖受伤吗 有点缓解 应该是还是有联系的 当然那个嘉宾说没有什么联系 我想应该去联系的 嗯 这边是这样子的 确实是左边控制右面 左边大脑控制右边的肢体 嗯 这个是因为那个神经传 传束在这个脊髓的时候 做了一个交叉 所以呢 是控制对侧的肢体 但是这个 这个偏头疼吧 是一个非常就是 典型的一种头疼 目前还没有发现头疼和关节疼 有直接的联系 但是你可能正好是发生的头疼是在左边 或者是敲打一下 嗯 您按摩左右边的膝盖 您觉得左边的头疼 有好处 有点缓解 有点缓解 这个我觉得并不难理解 因为你可能不仅是按摩左边的膝盖 或者是你按摩了右边的膝盖 或者是做了一个全身的按摩 也许对你的这个偏头疼都有一定的好处 嗯 好 这是广东的张先生 我还是要提醒您 您下次打电话进来 在发言的时候 把您的电视机的声音啊 关的小一点 我们还是听到后面有回音 啊 好 非常感谢广东的张先生 我们刚才谈了这个药物的治疗疼痛 除了药物治疗以外 那就是物理疗法 对 介绍一下哪些比较常用的物理疗法 对 因为我看到有些地方医生治疗的时候 比如说脊椎疼痛 掉上很重的东西来牵引等等 对 这个物理疗法吧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疼痛的方式 但是大家有的时候就比较的忽略了 老觉得医生给我看病 没给药吃 好像没有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 实际上物理治疗是我们用来治疗疼痛的 一个首选的方式 因为它没有副作用 所以呢 其中呢 包括物理治疗 就是一个是冷热疗 热敷或者是冰敷 另外呢 就是这些手法治疗 就像您刚才说的 那个牵引 颈椎部的病 颈椎疼痛 颈椎牵引 或者是腰部疼痛 腰部牵引 这些能够帮助解决这个 这个疼痛部位的这个肌肉的这个 这个 松弛度 然后帮助这个疼痛的减轻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电治疗 精疲 电神经刺激治疗 刚刚这个 广东的这个张先生 对吧 他这个右边的膝盖疼 他如果要是用一些这个 就是精疲电刺激治疗的话 我相信可能对他这个膝盖疼也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他也可以用这个治疗 他的偏头疼 这些情况 我实际上就就想问 比如说物理疗法呢 可能更多的 我们想到的 比如说是腰啊 肩啊 脊椎啊 这头痛 偏头痛 有什么样的物理疗法吗 偏头痛 实际上这个 人乐肤也有 帮助的 对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按摩 就是帮助这个 局部的神经 肌肉松弛 也会有很大帮助 那么偏头痛吧 本来就是 就是这个发生的原因吧 就是很复杂 有的是精神性的 紧张性造成的偏头痛 有的是食物 吃一些不同的食物造成的头疼 或者是有的就是 神经性偏头疼 所以这个 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方式呢 也可以解决这些头疼的 我知道你不是中文